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相信大家看到这段影片的时候,就证明我已经顶不住了 为什么?为什么要我看到这部电影? 为什么我会这么有空没什么做,走到戏院受罪? 话说我在晚上没什么做的时候,就打算在家附近有什么东西 原本,我打算不如再看一次连射记 谁知道被我看到这部电影由渣渣辉和的士趁住院的爆裂点刚好有场战 那我马上入场了 入场之前,我还是没看过任何预告和电影解界 正在HKMovie 6 的APP 看到有人说爆裂点是什么 中上景比片 电影里面的动作场面一流等等 然后电影评分5分里面 也有3.7分,其实不差 电影也被列为三级片 我都在想,电影差极 都可以让我爽一下吧 谁知道我想说太天真 我不知道我到底看了些什么 那这条片呢 就专门是给那些想看爆裂点的朋友一个中谷 希望你们不会轮到跟我同一个下场 爆裂点就是说渣渣废是素毒科警察大佬 他就找了同位警察的的士臣 去了做贩毒组织大佬谭晋燕身边的我弟 那开始也算正常的开场 交代一下电影主线剧情和反排 然后电影就来了 说渣渣废就给了渣渣废 制毒厨房位置的仓库 渣渣废收到疯呢 就肯定是派伙去抓人 但是渣渣废小猜不到 反排这边呢 又会预言的 那话说的士臣那帮人在打边路啦 那无端端 就有一个人拿了整堆手榴弹 你问他做什么拿榴弹的时候呢 他就说,哎呀 我觉得有点不妥 那这个令我想起星球大战里面 阿飞知道了敌人非常信号的发射点 通常是好奇 问他怎么知道的时候 他竟然说了一句 到船啦 哇,电影的开头呢 这场仓库大战都算是重头战来的 有很多打斗啊,枪战之类 但是我怀疑呢 摄影的位置可能有点怕金顺 我镜头是能这样摔来摔去 我屌啦,看到连头都暈了 可能导演是想表示呢 这场大战的混乱啦 我只可以说,导演你做到了 我头都被你摔到乱了 还要这场大战呢 我想起码都持续了五分钟有多 这五分钟呢,他竟然没有停过摔 而片场呢,有人偷吃了道具白粉 这场仓库大战 最后就是以的士臣的脚不慎中枪而完结 然后渣渣飞就很紧张地帮的士臣处理傷口 中枪是痛的,我知道 但想问电影的镜头,机位,和剪截 是变一条混蛋了 由于没有实质的画面 请大家用少少想象力 幻想一下 的士臣的脚中枪坐在地上 而渣渣飞呢 就是他腿部位置弯着腰 去帮的士臣包紧 而这个时候的画面呢 就是拍着的士臣痛苦挣扎的样子 而渣渣飞 就只拍到他后本身在动来动去 扑街,这段桥段的最后呢 仍然拍着的士臣是由身入 然后画面 就慢慢变成了,扑街 你不说,我以为你高潮 那我经历了这段仓库大战的洗礼之后呢 我的心,也跟着电影里面 反派谭俊燕的弟弟,张榮汉一样 在医院那场戏 自己拔后,自杀死了 电影当中还有四条主线 分别是渣渣飞和的士臣的臥底线 之后还有渣渣飞的儿子 因为打断了黑社会大哥的儿子的手 那条线 还有制毒师梁乐斯的女儿那条线 还有贩毒大哥谭俊燕 和日本买家那条线 谭俊燕和日本买家那条线 就安排了日本老板 坐在一个落地玻璃后 那批货就被渣渣飞搞了 而日本买家就非常生气 当谭俊燕 飞三位日本买家那位老板的时候 摸摸他日本老板的背景 非常假和非常好笑 而导演呢 既然观众不知道这位老板的日本 就安排了日本老板坐在一个落地玻璃后面 而背景呢 到实在一堆日本招牌里面 如果大家想象不到这个上面有几个玻璃的时候 你可以想象一下 你公司的office落地玻璃后面 是一堆香港的霓虹燈牌 黑板都没得再黑板黑板了 电影的剧情 混镜、镜头、角色的演技 都是非常之差 电影又失了一堆不关事的人物 而这些人物呢 又是有属于他们自己的小小支线 其实电影就连四条主线 都基本上毫无相关 再加上 完全没有用的各种支线 这套电影的剧情 已经是乱到混蛋了 就连电影里面的打斗 都是好一般的 我屌你还要有些打斗位 你用噴霧噴人 我电影都被你设定了三级啦 那你开拍之前也有个底了 为什么你不可以拍尽一点呢 电影后面拿遮的桥段 我都懶得再屌了 好累 如果不喜欢这套电影的朋友 记得给个赞 订阅这个频道 订阅这个频道 没什么事都不要留言告诉我 电影的内容 唉不想说了 希望不要在电影院见到大家看电影啦 我们电影院见 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